我們今次繼續講到尋求不同的策略 幫助不同的人 第三次 因為人之不同各於其面 我們幫助不同的人都需要不同的方法 我們幫助人,首先記得處理自己的情緒 因為人的怒氣不能成就神的義和柔和謙卑 更加幫助人 有很多父母 見到子女不聽話就激氣 越激氣就越不聽話 想幫助他一定是自己平安、輕盛才能幫助子女 或者是配偶 任何一個人都是 我們越激氣就越幫不了人 那些人有問題我們怎樣幫助呢 首先記得以善性惡一定是善良的心幫助他們 不是用惡的方法,不是逼他們 這個經文講到其中一個要點就是忍耐 貼上人家前書五章十四節 勸弟兄們怎樣呢?警戒不守規矩 有些人真的犯罪 我們需要警戒提醒他,說犯罪是很嚴重 神是不喜歡的,可以離開神的 那勉勵灰心的人 那些灰心呢 這裡大家看到了 左手邊的下面的圖 就是警戒他,告訴他這件事做錯了 那由中間的圖就是勉勵他 他這個似乎不是跑步,是那些步行比賽 那旁邊那個面是他,努力繼續繼續 那有些人灰心,我們就幫他能夠興起了 那有些軟弱的人,很軟弱,很無力,很煩 所以我們就幫助他,當然要引導他 教導他,引導他怎樣跟從神 而最後一件事是忍耐 幫人真的要忍耐,因為很多人不是馬上改 是很長的時間,所以我們就求主給我們有耐性 那怎樣鼓勵自己有耐性呢? 我每一次幫他,神都喜歡 神在笑,我有耐心幫他 神在對著我微笑,神就欣賞我 所以我有耐性,就算他不是馬上改變,是他的責任 我只是盡責,就是我繼續幫助他 那怎樣改變人呢? 這裡簡單講講,輔導很簡單講 就是聆聽,了解他的狀況 然後接立他,引導他 你覺得你現在的狀況怎樣?你想不想改變? 引導他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 第五,你想不提議其他方法? 但是始終是把波交給他 因為如果他不做,他沒有改變 所以有些人只想跟人聊天,我們就問他 我聽到你很辛苦,很不開心 你想不想改變? 你有沒有什麼行動? 自從上一次跟你聊天之後 你有沒有什麼行動? 他完全沒有行動的話 他不會改變 你可以有一點點的行動 而基本上行動是什麼? 多親近神,清理垃圾 又找方法處理 處理那件事,那個問題去處理 三樣東西 第一,親近神得力 第二,不要吃垃圾 第三,找方法去處理問題 就會改變 動力的四點 你記得動力四點嗎? 第一,神充滿愛和能力 第二,神很愛我們 看重我們 第三,我們聽神說 親近神,尊重神 事奉神必定蒙福 第四,不聽話不遵眾神 犯罪一定有破壞性 所以就提醒我們 聽話一定蒙福 不聽話一定不蒙福 亦都欣賞他們小小的改變 不要揹著他們的淡紙 這個都是簡單的 輔導的方法 接下來就講到 處理不同的人 我們需要分辨用什麼策略 因為每個人不同 就算同樣優秀 有些人跟其他不同 其實我們中間有些人 以前有情緒問題 改變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他願意改變 願意改變的人 容易改變很多 有些人就慢些改變 我們都是耐性幫助他 但有些人不肯改變 他不肯改變,他肯來 我們繼續幫他 有些人來來下 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 我可不可以 不跟別人交往 可以嗎 我可不可以 我一輩子都不跟別人交往 他想逃避人 他很怕 但他不肯面對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揹著他淡紙 我們知道他的情況 我們引導他 但他不肯改變的時候 責任在他身上 有些不同的人 在網上都說 無論你用什麼方法輔導 用什麼方法幫他 怎樣陪伴他 怎樣予他同行 如果他不改變 任何方法都沒有用 即他不改變 他繼續的問題一樣 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那麼我們就求神指示 怎樣 什麼問題不能夠處理 有些能夠處理 譬如有些人 他是非常固執的 那麼我們 那些問題處理不到 我們只能夠接受他 亦都指示我們怎樣 和我們全福音 亦都是按手祈禱 一個很大的幫助 好了 我們今次就講到 不斷掃苦的人 我想大家都會 遇見過這樣的人了 就不斷是 講來講去都一樣 還有 其實他是喜歡 有人聽他說話 覺得舒服 他是喜歡被關心 那麼 我們關心他是好的 不過問題就是 他始終能否改變呢 如果只關心 都不能夠改變他的生命 那麼我們就 學習去分辨 幫助他 這樣的人 我們需要怎樣呢 讓他知道 他不斷掃苦 覺得很苦 很苦 那麼這裡 是一些聖經的經文 一會兒 我先講到這個 輔導的過程 那麼這個經文 就是保羅 保羅有根刺 那根刺 那根刺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譬如有些人說 是眼疾 或者他身體有些毛病 那麼他就求主 把這個刺 叫他離開我 但是耶穌沒有叫那個刺 離開 耶穌說什麼呢 我們一起讀 我的恩典救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神就說 沒有把那個困難拿走 只是說我的恩典救你用 我的能力 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那麼所以他仍然 活在這個痛苦裡面 困難裡面 那麼問題就是 是不是這樣就沒有希望呢 那麼 保羅跟著說 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備我 就是說 雖然我軟弱 我誇越我軟弱 因為神的能力 遮蓋我 保護我 那麼這個經文 很有幫助的 就是說 信耶穌和愛耶穌 事奉耶穌 都可能 一樣有痛苦有困難 這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接受到 我們可以跟他看這個經文 你看看這個經文 寶羅有沒有痛苦呢 有 他想不想脫離呢 他想 不過神沒有答應他 神沒有答應把我的痛苦拿走 不過神有沒有應允祈禱呢 有 應允祈禱呢 我的恩典救你用 他的英文就不是拿走的困難 是我的恩典救你用 我用一個例子 有些人 他跟一個配偶一起住 兩個都相處很困難 神啊 我解決這個問題 要不改變他 要不改變環境 怎麼辦 神幫我 神說我的恩典救你用 這樣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方法處理呢 只能夠接受那個現狀 就是這樣的情況 他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只能的就是我得力 神的恩典救我用 我就接受這個事實 我會背著這個十字架 一個困難 一個痛苦 一個侍奉 我是需要背著這個十字架 我就跟從神 用神的方法去面對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困難 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是沒有困難 其實我們一生人都經歷過很多困難 我自己都經歷過很多不同的困難 在這個困難的時候 我就說 神你的恩典救我用 你一定幫到我的 我就在這個時候 倚靠神 更加有力 所以那些時事訴苦的人 我們就用這個經文跟他們分享 寶羅的問題有沒有走 沒有 寶羅是否沮喪 不是 為什麼他會不沮喪 因為神的恩典夠用 那怎麼夠用 你明明有些問題 譬如眼疾 看東西不夠清楚 或者他身體有些毛病 他有這個問題 那怎麼辦 就是神的恩典能力 能夠救我們 在這個情況下幫助我們 我們自己都可以分享 我們自己的困難 即是我們有的困難 都可以告訴他 其實我也是有困難的 我不是沒有困難的 不過神的恩典夠我用 那這個就是一個方法 幫助這些人 因為通常來說 那些人 經常訴苦是為什麼呢 他覺得他的問題 是大到不得了的 那些問題在那裡 我一定不開心 除非那些問題走 我才有力量 他永遠都覺得 他在這個困難之下 是很辛苦很辛苦的 我們就讓他看到 保羅也是這個情況 譬如另一個人物 就是大衛 大衛也被蘇羅追殺 有三次蘇羅想殺他 一次他就 警派人去找他 那些人因為看到 薩姆爾和那些先知們 在那裡讚美神 這個薩姆爾記上十九章 然後去的人就 回頭回頭 第二個又一樣 第三個一樣 然後蘇羅自己去 但是蘇羅也是這樣 受感說話回頭 第一次捉不到大衛 第二次呢 他又去捉 捉他 找三千精兵 接著呢 他就進了山洞 在那裡大便 大便 然後原來 大衛已經在裡面了 大衛就只是 將他袍的袖 割了一部分出來 給他看到 我其實有機會殺你的 不過我沒有殺你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 他告訴蘇羅 其實我有機會殺你 但是我沒有殺到你 因為我有 因為你是神的受高者 所以我會這樣做 那麼 蘇羅當時是哭的 他說你給我更加公義 但是他後來第三次又去追殺他 在《撒妹記》上二十六章 那次他就睡了 睡了在那裡 誰不知呢 大衛又看到 其實他其中一個兵 走過去 一槍就可以刺死他的 但他沒有刺死他 只是拿了他的水壺 還有他的槍 茅槍 就讓他知道 我的機會殺你 但是我沒有做到這件事 那麼這個 讓我們看到什麼呢 大衛幾次被蘇羅追殺 一直在抗野裡面 都是有困難的時候 但是他怎麼樣呢 他不會說 神啊 為什麼你不幫我 神啊我真是苦 神啊我很苦 但是在《撒妹》《羅三篇》說什麼呢 在乾旱皮佛無水之地 我就渴望你 他就全心依靠你 那麼他就說他怎麼樣呢 我的心呢 就飽足了骨髓肥油 我們現在聽到肥油的人 不太喜歡 但是他來說是好事 飽足了我的心 就很飽足了 大衛在被追殺的情況 乾旱皮佛無水的之地 都能夠有飽足 所以呢 很多訴苦的人 就是因為他只是看著困難 所以他永遠都在痛苦之中 但是在困難之中 他依靠神 他便可以了 另一個例子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叫耶穌 是說到被迫伯的基督徒 其中有一個人 他很辛苦 有些人物可能混亂 但可能是這個例子 當時有三隻光碟 他就說到他想自殺 他用什麼方法呢 就用電燈膽 那些電 伸手下去想電死自己 誰知道監獄的電是很弱的 電不死 他便很不開心 很辛苦 但是呢 神便有一句說話給他 就是這句 我的恩典救你用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都是困難之中 不過他呢 當他依靠神的時候 就暫落得穩 在那個光碟 也同時有個這樣的故事 有個真實的 一個女人帶著小孩子 我忘了兩個 三個 在受迫伯的時候 他們不准做工 因為受迫伯的人 他的太太 他的丈夫入了坐牢 他的太太不准做工 那他的太太 怎麼樣呢 他總之是用很辛苦的方法 賺到少許的錢 很辛苦 但是他很辛苦 他依然奉獻十分之一 這個真的很特別 他依然奉獻十分之一 在這麼艱難的時候 神便保守他 他還說到一次 他的兒子跟他說 媽媽 我很想吃饅頭 他沒有錢 他沒有錢給你吃 他很想吃 他沒有錢給你吃 這也是一個困難的時候 但是在困難的時候 他又有得力 其實這些情況 有很多受迫伯的情況 的人都有這個情況 但是他們依然依靠神 所以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有什麼困難 不是去掃苦 越掃苦越辛苦 掃苦不會減輕的 越掃苦越想 反覆思想 越想越難越難越灰 我自己是這樣的 我有困難 我想過處理 我便會讚美神 依靠神 神幫助我 但我自己也不知 為何一會回頭 但是我回頭 又馬上處理 我不會怎樣 有些人便會想 哎呀 糟了 哎呀 真是慘了 他更加強 哎呀 真是沒有希望 為何如此 為何神又不幫我 那他越想越想 他不懂得停 他越想越辛苦 所以我们就可以引导人了 你有没有经常想起这些问题 你想不想处理到 你想不想放下 你想不想能够开心 他愿意的时候就可以 经常想神的恩典 吃神的恩典 吃人给他的恩典 人都会对我们好 就不吃那些垃圾 经常亲近神有力 人就不会经常受苦 这两段经文都告诉我们 挂累是没有用的 我们一起读弗弗里比书四章六节 应当一无挂累 只要凡事借着 讨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六章二十七节 你们哪一个能用 思累使售数多加一刻 三十一节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异者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在弗里比书里说 一无挂累 祈祷的时候不要挂累 不要背着淡子 不要想着问题很大 神一定会祝福神 会帮助我 依靠神就可以了 不要挂累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 这个中文翻译就不是很好 和感谢 和字有问题 原文是with thanksgiving 反应应该做什么呢 带着感谢 即直着祷告祈求 带着感谢 一路有感谢 来到祷告祈求 不是素叫 teasan 你求求求求帮我 求求你帮我 一路祈祷的时候 一路感谢神 神会帮我 with thanksgiving 所以这里说到 不要忧虑 带着感谢来祷告 经常相信神一定有因典的 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情况 困难的情况 ид言感谢神 最后神为你解决的 有几个人试过这个情况 举手有几个试过这个情况 希望大家多些试一下 我自己就多次试过这个情况 然后耶稣就说了 马太六章二十七节 你忧仇会不会受命多一刻呢 譬如有个人说 哎呀我儿子就来来到了 我快死了怎么办呢 那么我忧虑了 哎呀我儿子我儿子未到 哎呀我要长命少少 长命多一刻 让他来到见到我 那么他很忧虑 那么他会长命到他儿子来呢 其实他越忧虑越不会长命 所以耶稣就说了 你忧虑不会长命一些的 反而你轻松一些 反而你可能可以长命一些 就不要忧虑说吃什么 喝什么着着什么 因为你先求神的国 和他的儿子一切都会加给我们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一天当就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 今天你有没有饭吃 有了 那你明天有没有饭吃呢 明天才算 我只是为今天 我今天有 以后我也预备 明天我怎么预备 但是忧虑不能够改善明天的 所以耶稣就教导 不能够忧虑改变任何东西 所以那些凡是经常 反复思想的人 我们就可以用这些经文 去思想了 就是说忧虑 不会加争你任何的好处 反而你依靠神 神会帮你了 你想要好 其实有很多人忧愁 低沉好 耶稣真的要治好祂的 你想不想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帮助祂了 另外圣经里也说到 发怨言 有些人经常投诉 容易发怨言 保罗就提醒他们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临前十章十节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将他们有发怨言的 就未灭命的所灭 他们遭遇这些事 都要作为尴尬 并且写在经上正事 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然后跟着 肥罗比斯二章十四节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讲了很多前书十章有讲到 你们不要犯奸淫 那时候犯奸淫 很多人就被杀死了 被蛇所灭 不要发怨言 就被灭命的所灭 就讲给他们听 发怨言埋怨 其实很多人都会埋怨 埋怨 这里讲到神就将他杀死 神今天没有杀死我们 有些人很多人都埋怨 但是神没有杀死他 是神恩典 即是神如果懲罰管教 他即时可以懲罰我们 甚至是灭命的 所以我们知道 原来发怨言是这么不好的 其实发怨言自己也辛苦 很多人都辛苦 很多人都有困难 有些人真的 贫穷的时候 不是贫穷的生活 我们小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贫穷一些 贫穷的时候 其实 一样东西都很简陋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洗澡的地方是什么呢 是煮饭 那一格 我认识给你们听 因为我们住在宿舍 有厕所 有厕头 有厕头 在洗澡的时候 用石纸盖着 在上高 就不是花花用水来洗澡 就在那个地方 同一个地方 那里有煮饭 那里是洗澡的地方 而且睡觉 真的是一块板 是板 没有东西 小时候睡觉 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那时候又没有埋怨 又没有去想 为什么是这样的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只有一件短袖的衣服 我爸爸又不知道 我就在学校那里 他经过 我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他可能说 你穿来穿去都是那件衣服 因为我只有一件 他也不知道我面对的情况 在这个困难的情况 但是呢 我那时候小时候 小朋友又没什么 没什么所谓 回学校又很开心 回家有很多困难 经常被骂被打 但是又是这样 没事的 出去又开心心 被骂被打的时候 不开心 但是工作的时候 即是我读书 都很开心 我都拿着材料 在骑楼坐在那里读书 即是说 原来的心态不同 就没有那么辛苦 我们都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情况 有几个人试过很贫穷的情况 有没有试过 有没有试过 很多人都试过 那时候 其实 是不是比现在更惨 因为没有那么惨 其实 那时候可惨不惨 不是 身体可惨 心灵可惨不惨 那时候 心灵有没有觉得很惨 很惨 反而没有 有钱 那时候 更惨 所以 比较反而有问题 不比较 反而没有那么惨 好了 我们帮助不断受苦的人 我们都是聆听他 接纳他 认同他的感受和困难 认同他的感受 安慰他 和给他盼望 什么意思呢 有方法的 神可以帮助的 有些人不开心 都得到医治的 都得到帮助的 靠耶稣可以帮助到的 第三 分辨他受苦的原因 譬如他是不是有待人接物的问题 处事的问题 处理内心的问题 他有没有这些能力 他是不是重复想起那些不好的事情 他有没有尝试去处理 其实这几样都是反 就是 整天受苦的人的问题 就是他待人接物 有惧怕 那待人接物有惧怕 是不是一定继续处理不了呢 其实是可以的 譬如在教会里面 我们找一些容易聊天的人 跟他聊天 跟他聊天也挺容易 慢慢一个一个 我们中间 有一个人 他初来来到 不太感到人聊天 我找一些容易跟他聊天 他现在很主动 在我当中 感谢主 原来试试试 不是那么难的 但有些人 可能小时候 受了压迫 甚至有些人 说的说话令到他觉得很难 但是被接纳 是不难的 所以这个代人 处事了 有些人觉得 哇 很多问题很难很难 我自己也试过一次 有五篇道要说 在一个周末 而在一个周末 开始之前 五篇都未写好 那时有点急 但是 有个意念就是 你急都写不到 只能写第一篇 只能写第一篇 写完第一篇就写第二篇 最多写得快一点 那我就放松了 放松 就是第一篇第二篇写 我试过有一次 在屯门公路 很久之前 就要去办一个喪禮 主持一个喪禮 但是屯门公路是完全停了 那些车完全停了 那时候 就没有手提电话 我只是有召唤机 那时候有召唤机 看着的时间 对方在那里催我 你在哪里 但是我回答不了他 我一直在想 我烦又没用 我看时间又没用 那我不如放手 我在那里赞美神 是没用的 因为任何动作都没用 任何动作都没用的时候 可以做什么呢 有些人就会很烦 有些人就会哭 有些人都会哭 这些全部都没用 烦会不会有用呢 哭会不会有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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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人有没有用呢 没用的 赞美神 轻轻松松 后来那些车又松回 去到辞了 不过都会主持到安息礼拜 感谢神 这些都是我自己学到的东西 就是多困难都好 处理这件事 我用什么方法处理到呢 休息又没用 腾鸡也没用 踢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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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做什么呢 赞美神 这就是有些人 没有这个处事的能力 他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就跟他谈 你有什么问题 觉得很难处理 比如他说 那些家人很难相处 那就跟他分解了 分析了 那些家人有没有改变过 那么多年有没有改变了 他经常都是这样 他经常都是这样 这么容易发脾气 接着你次事被他骂完 你就发脾症 那你的血管就好像脏了 那你自己很不开心 那又没有作用呢 又没有作用 那他经常都是这样 何必这样呢 于是我们就 跟他找一个处理的方法 也有些人经常想来想去 也都是解决不了的 反而想完如何处理 我们就放手了 我们就祈祷求神给我们的力量 那他有没有尝试处理 有些人是不处理的 即是他只是冰来脏挡 水来土掩 有困难到时才算 就没有去处理的 那我们也学习处理 面对任何问题 第四 他想不想处理问题 他想不想高兴一点 有没有试过什么方法 你想不想改善呢 他想的时候 问他有什么方法 然后引导他用其他方法去处理 就是说 你想不想 另外一些方法给你 譬如说 亲近神有没有觉得轻松一点 我向你祈祷 有些人找我 他真的很烦 我说先向他祈祷 祈祷先他真的会轻松一点 祈祷完再聊天 这就是其中一个方法 他感觉到原来祈祷会轻松一点 然后才讲到处理的方法 其实所有人的问题都是类似的 有些事可以改变 有些事不可以改变 有些事到时才知道 譬如有人跟我说 关于他要面对一个訴訟 我也有试过不同的情况 面对訴訟有什么可以做呢 就是说 预备好所有的研究材料 从律师讲完所有的 都不能再处理 但有些人就会日日忧愁 日日忧愁的时候就处理不了 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就是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 亲近神得力 如何在诉讼中做到最好的事 那我们就放手了 所以引导他用其他方法 那你日猛 那个诉讼会不会改善呢 不会改善 反而你变了有失眠症 反而你变了忧屈症 因我更惨 失眠症 因为更惨 但是你当时轻轻松松 反而更加好 那来到第六 引导他负责任去处理 不单是诉苦 因为很多人诉苦 就是他不处理 就是他不处理问题 他不负责任 这就是帮助不断诉苦的人 通常来说 我就会问他 你有没有上次 我跟你谈过 如何处理 你有没有做 有些人真的会做 不过有些人会说 我有做过 不过现在又不行了 不行 不要紧要 你困难在哪里 再来过 再做过 我又改善 感谢主 你正在改善了 我欣赏你 很多时候是会反复的 不过不要紧要 不能死 反复不能死 你已经反复了很多次 现在再反复都不要紧要 总之这次开始 得力就可以了 即是什么事 都是不死 不紧要的 总之 现在开始做 就可以了 以前失败的一次 都不要紧要的 好了 有些人容易发脾气 容易骂人的 我们可以 这个人是这样 我们跟他聊天 我们可以用这个诗篇 也可以唱诗歌 跟他唱 我的心 可以一起唱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象断过乃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的心平稳安静 唱完诗歌 有没有平静一些 他说有 有帮助 原来赞美神 享受神 放下这些重担 人们更加平安 我自己也是以前 曾经被伤害的时候 我当时很喜欢唱 不同的诗篇歌唱 人们就很平稳安静 我找到这个音乐 这个音乐叫主字万方 为什么这个音乐 因为他句句都很长 所以很多诗句都可以配得下去 我就用它来唱 就是说 神都可以叫我们平安 祂照顾一切 所以你可以平安、轻松 亦都处理怒气 雅各书一章二十节一起读 因为人的怒气 并不成就神的义 因为发怒 不能够成就神的义 我们如何处理怒气 就跟他谈了 就是在想发怒的时候 立刻讨告 来平静自己的内心 有时候我会有些事 但我会有些事 有些事 很恐怖 但我会处理得很快 很多人也没见到我 有怒气 但我里面有没有急 非常有 contact 有时也会有可能 但是我自己很快就祈禱了 我自己知覺我有急,我有懵,我立即很快處理 所以在我周圍的人很少見到我急和懵 是有,不是沒有,不過是少見的 然後找出怒氣的來源,是別人或者自己的問題 如果別人衰,我為什麼要發生氣呢? 如果自己,我就會處理 我怎樣?不用發生氣的 別人罵我,是不是我一定要生氣? 不一定要生氣的 不見了錢 譬如我前一陣子不見了錢包 在這麼繁忙的深水埗的鴨寮街 真的有多少人走呢? 我簡直是放棄了,跌了錢包 不過我也有祈禱 神啊,再人不能再神,你凡事都能求你為我找回 真的過了兩三天,警察局打給我 你是不是葉國財? 你呢,是不是不見了錢包? 我說是的 然後就通知我去拿回錢包 在那個情況之下,可能我會很猛 當時我也不知道是我跌了錢包 那些人... 就是...什麼... 爬手啊 爬手,偷了錢包,我也不知道 總之就不見了錢包 我心裡當然會有急 但是呢 都做不到任何事 只是去打電話處理,那些信用卡 那些東西 不過呢 感謝主,本來想申請回鄉證 結果呢 就未申請那天 就收到他的電話 所以沒有去申請回鄉證 因爲那個回鄉證比較複雜 這些一切呢 我都覺得是神的幫助 所以說呢 有問題,不用懵的 懵了是沒有用的 所以呢 我做得多少,就做多少 依靠神,不需要用急的方法 不需要懵的方法 那些來源 就是說 處理這個來源 譬如有些人呢 他是怎樣呢 他失敗很多 覺得我一定會失敗 所以他會 懵了 他做事做得不好 他會懵了 那我們怎樣處理這個來源呢 找出爲什麽會這樣失敗呢 怎樣可以改善呢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當 你已經 譬如已經失敗很多次 這件事可以怎樣改善 最重要是以後怎樣改善 Shirley也有說 有時你 預時間,預得太問 你以為你五分鐘可以出門 其實你又不能出門 結果遲到 那我就 好吧,我留意一下 減少了 不是沒有 減少了 減少了遲到的時間 這個就是 我知道 有這個問題 我預得太問 所以我就改善了 即是有什麽問題的來源 我就去處理了 亦都和接受 自己的軟弱 和人的軟弱 有時自己有軟弱 但我怎麽可以改善呢 譬如有些人說 我是特別容易循序化的 我特別容易發怒的 那我怎麽可以處理呢 我便多些唱詩歌 多些不要想些衰的事 多些想神的好事 神怎麽幫我 一旦有猛狀 立即便 平靜安穩 這樣 那個怒氣便會減少了 所以希望大家都 找出一個來源在哪裏 或者以前被人多 有些人小時候被人罵得多 家裏的習慣就是罵人 所以 有時他的習慣就是罵人 有些人 跟他說話總是很大聲 我說 你可不可以不是那麽大聲 我沒有大聲 他習慣了 因為個個都是大聲 這是可以處理的 可不可以細聲一點 其實 你細聲都一樣說到 不一定要大聲才能說到 這是處理的來源 發怒會帶來什麽後果 發怒會帶來的後果 跟人際關係不好 自己又不開心 自己又煩惱 好了 如果別人有問題 我發怒更大問題 為什麽呢? 他跟著針對我 跟著和我吵架 問題更大 所以 發怒是沒有益處的 第五 事情不順利 我發怒 事情更加不順利 更加難解決 譬如有些人 他以為 做工不開心 跟著發脾氣 發脾氣之後 怎樣呢? 公司更加有問題 公司針對他 更多問題 或者同事針對他更多問題 第六 我遵從神 神會祝福 所以我不用發怒 用柔和的方法處理問題 神更加喜悅 其實很多問題可以 柔和的處理 不用用急躁的方法 但有些人是習慣了的 譬如我幫助有些人 甚至有些傳統人 我看見他跟其他同工 或者一些教友 他說話都是很粗暴 即是有些人是習慣的 很大聲的 這個都是他習慣 他以為這樣的方法 解決得好 其實越是這樣的 後果是越是不好的 我們先看看 這裡講到幫助 易怒和容易罵人的人 他是容易發怒 我為何要被他影響 我為何可以善待這些人 減少他的怒氣 譬如有一個家人 他經常發怒 首先我先不要被他影響 第二 我如何對他好些 減少他發怒 哄哄他 那時候有一個 基督教歌星 我都不記得他的名字 他爸爸是有很大的問題 他家裡經常 他說他們煮了飯 他媽媽是早死的 他的幾個女兒 就煮了飯給他吃 他發怒了整個桌子摧翻 全部都沒有了 即是他爸爸是有很大的問題 又是賭博 又這樣那樣 就離開了家裡很久 後來這個歌星 即是一個基督教的唱詩歌的人 他就信了耶穌 他就開始對他爸爸好 又後來有一次 他就去連銷市場 跟爸爸一起走 即是幾個姐妹一起走 走的時候 他忽然間有一個意念 他說不如我牽著我爸爸 即是他自己的心裡說 他就跟著牽著他爸爸的手 他說由那天開始 他爸爸對他的態度好 全部改變了 即是他覺得女兒依然是 看重他、關心他 他覺得很舒服 這個就是說 他是不好 不過善待他 可能會改善 那個情況 這個就是我們 處理一些容易發怒的人 可以用的方法 那我跟他溝通 有沒有自己的情緒 即是有時他生氣 我又生氣了 我也生氣了 我在他有情緒的時候 可以做些什麼呢 有時可能說 好,我留意 多謝你提醒我 即是用這些方法 不過有時我們不肯 不肯 我們不肯 因為為什麼覺得不服氣 即是不強 怎麼搞錯 你罵我還要對你好 但是這樣是得性的 神喜悅的 那麼第五 有沒有什麼事 令他開心一點呢 我可以跟他溝通 關於這些事 令他開心一點 譬如有一個太太跟我說 她說 我丈夫喜歡踢足球的 那我說 其實這個方法 這個足球可以成為 你跟他建立關係 不如他看足球的時候 你有時陪他看 跟他說一下 波經 譬如你不太懂的 不過看到一個人 踢了球進去 都很厲害 很厲害 踢得很厲害 即是可以這樣 那麼他就覺得你參與 這樣會減少他的癌症 令到他的人 平安輕鬆一點 那麼這個也是 可以令他開心一點 大家有些事要談一下 那麼這個也是一個 建立關係的方法來的 那麼第六 我怎樣跟他交往 和溝通 他會更接受呢 譬如說 說他錯一定不行的了 那麼我用什麼方法 譬如說 可以說 我試試做吧 你告訴我怎樣做 我會留意的了 那麼可能他會聽到 會舒服一些 那麼第七呢 引導他建立和神的關係 和處理生命 希望帶到他信耶穌 靠耶穌去處理 即是說 其實處理怒氣也好 長氣的人也好 發猛争的人也好 我們都是靠著耶穌 有平安的心 不給他影響 求神給我智慧 當我們遇到不同問題的人 在他心裡立刻處理 我怎樣處理我內心 然後用什麼方法去幫他 那麼當你有做慣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開始發覺你能夠改善一些 那麼我想問大家 你有沒有 有幾個人在這裡呢 你見到有些難相處的人 你會想過策略 我怎樣的策略去跟他們相處 然後你調教的方法 有幾個人試過做這件事 有幾個人試過這件事 我希望大家都 大家都嘗試去做 好像舉手的人少 都嘗試去求神給你智慧 有幾個人嘗試去求神給你智慧 很多人嘗試去求神給你智慧 他就怎樣處理 這麼嘗試 真是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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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都是嘗試 真是嘗試 真是嘗試 但我怎樣的方法 怎樣引導他 我聽到了 不如我們想想怎樣做 怎樣處理好嗎 這樣用這個方法 去轉回他 我們一會兒會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討論 討論關於處理這些人的問題 然後討論用的方法 以及我們有什麼難阻 我們去處理 因為你說 這個人很難處理 為什麼呢 我很生氣 我很生氣 我怎樣處理這個生氣 有什麼難處理我們 和那些沈欺的人 經常埋怨的人去處理呢 我們自己怎樣處理 內心世界 怎樣有智慧去處理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賜給我們 平安、喜樂、興省、智慧的神 我們在神裡面 是可以有平安的心 去面對任何問題 我們可以有智慧的 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被周圍的人影響 求主施恩、祝福、憐憫 求主幫助我們的心 平穩、安靜 好像斷過奶的孩子 在母親的懷中 就在那裡享受 天父你的愛 享受神的愛 我們的心就平穩、安靜 求主加力量給我們 祝福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能夠進一步 去接立這些人 並且去祝福他們 多謝天父 求主首先幫我們處理 我們裡面有些猛症 我們有些激氣 對於有些人的不接立 求主幫我們處理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